乔布斯说过一句话 你今天不要去问用户你需要什么 如果今天你做一款产品 你都问用户你需要什么 你都没有入门 我们今天要做一款产品 要让用户有哇的感觉 我们要去洞穿用户的痛点 那么在痛点这个维度当中啊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某一个讲故事的软件啊 那么他们的产品经理认为 我们要做一个寓教娱乐的软件 给孩子们讲动听的故事 让孩子们寓教娱乐 想话好不好 很好 可是呢用户增长很慢 为什么呢 家长反应 你这个故事讲的那么精彩 他都不睡觉 你不要讲那么精彩好不好 所以呢 你做了一个讲故事的软件 你认为要讲的丰富 讲的动人 讲的让孩子学到东西 这是你认为用户的痛点 可是家长需要一个哄睡工具 所以你看 0到3岁 3到6岁的孩子 你听个故事能学到多少东西 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但是家长不是 90后95后的家长 甚至是85后 甚至80后的家长 他们都是独生子女 他们在带孩子时常经常吵架 晚上哄孩子睡觉 很崩溃的事情 为什么要放暑假 因为老师快疯了 为什么要收假 因为家长快疯了 人类又窄 对不对 神兽回笼 所以在带孩子的事情上 年轻夫妻是经常吵架 晚上讲故事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讲 为什么你不讲 这个孩子是我一个人生的吗 今天讲狼来了 明天讲狼又来了 后天讲狼再来了 我已经没有故事可以讲了 所以你要给他搞个软件 软件一放 这个故事一讲 就把孩子给弄睡着了 所以呢 他不需要让你把故事 讲得有多么精彩 讲得有多么动人 让孩子学到多少东西 这个不是他真正的痛点 他的痛点是 我这个故事一放 孩子睡着了 我就可以玩手机了 我有自己的独立时间了 所以看 你认为的痛点 根本不是用户真正的痛点 所以满足一般需求生存 满足核心需求发展 满足隐形需求 叫爆炸性增长 什么叫隐形需求 潜在的欲望 潜在的需求 他需要一个哄睡工具 他不会告诉你 他是一个偷懒的妈妈 他是一个不太想天天给孩子讲故事的妈妈 谁愿意这么承认 每个人都承认说 哎呀每天晚上我给孩子讲故事 讲40分钟 我都是自己带孩子 哎呀我都是自己怎么怎么样 没有哪个妈妈愿意承认 他是一个懒妈妈 他不愿意讲故事 他只是用把手机一放 把故事一讲 把孩子睡着 那个就是他的需求 各位能理解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要换位思考 我们要洞穿用户的痛点 洞穿用户的难言之计 所以呢广告公司做广告 广而告知是一般需求 强制收看是核心需求 按效果付费 这个叫隐形需求 对吧 所以今天我找一家广告公司 帮我打广告 广告打出去了 叫广而告知 叫一般需求 但是用户呢 他说我的广告打出去 我的消费者看到没有 强制收看 比如说分众传媒 打电梯广告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 对吧 你等电梯的时候 你看男人你有问题 你看女人你是色狼 男人不能看 女人不能看 你只能看电梯广告 所以他叫强制收看 2000年 风众传媒的广告收入 就已经超过了中央电视台 像百度 像头条 这样的互联网公司 人家卖广告叫什么 人家叫按效果付费 你投广告 充广告费三万五万 我把广告推给你的用户 曝光率 点击率 转化率 表单率 你可以设计 一个表单多少钱 一个点击多少钱 一个转化多少钱 你的用户看了 确实看了 看了点进去了 点进去之后 留下了信息 我才扣你的广告费 所以这些互联网公司 是不是把传统的 广告公司都干掉了 所以你看 广而告知是一般需求 强制收看是核心需求 而按效果付费 叫做用户的隐形需求 所以什么是痛点啊 就是竞争对手 无法做到的 做不到的 客户又期望我们做的 就是我们重点塑造的价值点 叫做痛点